大家好,我是Den 男团Pentagon与女团一级的粉丝们 因为Cube结尾皮娱乐的操作而愤怒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是男团Pentagon的粉丝们 集体向公司送了抗议花环 内容整理一下就是 Pentagon行为空白期已经超过了500天 最后发表的歌曲都拿下了一位 搞不懂为什么就这样冷冻 之前有当兵成员时 剩下的成员也活动过了 而去年所有成员都退伍了 10月将会面临续约期间 但是公司一直都没有安排行程 所以两位成员参加了选秀节目 也因为参加了选秀节目 所以新的粉丝们也增加了不少 但是也没有安排什么后续活动 现在只剩下一个8月的日本行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Pentagon除了两位成员之外 作曲能力都非常有名 之前风机专门设计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舞蹈老师也是成员们自己去沟通 两位主唱参加了选秀节目 主舞参加了街头男战士 成员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Cube到底在干嘛 这里是我目前看到的当中 最温和的粉丝团 他们能做到这种程度是真的愤怒了 都18个月了都不让回归 也不告知去中国的成员消息 说下半年会有活动 竟然不是韩国而是日本 然后我看到Cube工作人员的采访说 Cube对制作团宗是非常真心的公司 有20个员工在内 那为什么更新团宗的速度是这个样呢 这么看新人女团也没有什么消息了 然后这几天 一级的粉丝们也向公司进行了卡车示威 这卡车上的内容整理一下就是 请换掉没有任何努力 一点实力都没有的发型造型效 要淘汰的NR风格企划能力 只顾着性价比的专辑品质 跟不上潮流的设计 停止冷冻成员们 让他们展开个人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级的海外粉丝也很多 是个这么优秀的团 粉丝们肯定会气死的 在永娜娱果果之后都冷冻了 可可 真的是一点能力都没有 每次一有反应就冷冻 真的好可惜 说NR一般只考虑性价比 真的感同身受 一级在海外也很强 希望可以认真点 二本部真的是不会干活 卡7在二本部的时候 卡7粉丝们说 是因为要照顾一级 所以二本部很忙吗 一级粉丝们说 是因为要照顾卡7 所以二本部很忙吗 创造这个段子的二本部 因为卡车上的内容都很中肯 所以很伤心 在永娜的游国格之后 公司面能好好地操作 真的是有点可惜 所以对于Pentagon 与一级粉丝们的示威抗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uindom Project第一回合 分数排名 对于Pentagon 是否有点可惜 对于Pentagon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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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新作词 新作词 新作词 刘棍 每个人都买了 红音铁 吟诲 那里是终于写 理论是红音铁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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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尝真是 我真是鸭雞 我不能適合你 我真的不可以回答 同じ姿勢 前方的姿勢 她的姿勢 現在也是鸭雞 這次男介紹的男主 都不是男性的磨合 是男子男性的日常 感谢观看